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小小的观光区域门厅的位置 115平的三居室也被这个房东分成了一二三三个单独的房间 所以我们就一起挨个的去看一下 先来一号房间 打开之后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单独的房间studio的状态 会有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卫生间 外面直接对应的就是花园的这样的一个窗户 通风也非常的好 作为民宿出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位置真的非常的优越 好 然后让我们再去看看二号房间 二号房间进来也是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双人床的位置 还有非常宽敞的这样的卫生间 转过身 这边的位置就是它的沙发区域 同样会有一扇这样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花园 然后我就要周深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共同出行做了这个民宿的话 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你们会有独立的一号房跟二号房 但是如果白天你们想要交流的话 你们只需要打开自己房间后侧的这两扇门 一号房间跟二号房间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联通的空间 通过这个地方的小工作区域打开这道门 就可以来到了外面的院子这个花园 这个空间的话如果我们稍稍加工一下装饰一下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独立的小花园 对应的就是一号房间的窗和二号房间的窗 虽然它看上去是往下走 但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它潮湿 不用担心它阴冷 因为它是建在坡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到三号房间一起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进来了三号房间了 专床区域沙发区域 这边的电视区域 还有它自己单独带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卫生间 不得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三号房间 由于这栋楼是建在一个坡的这个形状的地式上面 所以它那一侧的房间的话是在地面 而这一侧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半地下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身窗还有卫生间的那身窗 外面的马路的高度其实就是在这个窗台的位置 但是整体上来讲这个房子里完全感觉不到潮湿 然后它的通风也特别的好 嗯最主要的还是民宿 我们讲的是一个位置就是位置 好的 那么作为民宿投资类客人的选择的话 这一类的房产好的位置才是首选 也可以是你的参考选择之一 那今天这套房子大概是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如果有任何的朋友对这样的类型的房产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跟Janice去联系 谢谢